分享是爱 爱是分享 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五哥分享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由Rocky Toys出品的真田幸村 天霸绝枪 牛皮纸刻画的是一个老虎 上方写了一个红字 然后Rocky Toys 战国 卡普空 这个到货还是让我非常非常的期待 因为大家还会出这个火眼忍者 我是非常非常期待的 那么话不多说 咱们直接先把这个真田幸村拆开 牛皮纸打开之后 里面的峰会 包装盒的背面 品牌logo的原帖 包装峰会打开之后 是一个真田幸村的例会 真田幸村第一层的布局 第二层的布局 有一张说明书 说明书展示的也是非常的清晰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把所有内容物全都取出来 展示一下 好 这就是真田幸村的所有内容物 拿起来的感受 做的品质是非常不错的 真的非常不错 尤其是头雕 拿出来的感受呢 就是我最真实的一个感受 如果你对这款感兴趣的话 那么跟五哥感受一下 这款Rocky Toys 真田幸村 首先给大家看的就是它的这个地台 地台上方做了一层磨砂的质感 然后写着战国 地台的正前方有一个金属名牌 写着真田幸村 这个地台啊 有一点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在于利用了一个Z型管 然后插了一个拖当支架 然后这样呢 会把人物往前面放一放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原理 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啊 厂家还是比较聪明的 不仅仅是聪明 主要是为了玩家着想 比较贴心 这边是细的 这边是粗的 推荐大家就是先把这个上面这个位置 先插上 然后再插后面这个粗的位置 这样安装是比较方便的 一对开场的手型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个手型的 因为这个手型啊 摆造型的时候还是比较好看的 一对放松的开场手型 一对握持的手型 也是比较像推刀的手型 更像这个大家为这个视频点赞的手型 一对实心如全手 两只不同造型的竖法 它俩的造型是不一样的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替换 一对十文字枪 枪头呢是金属的材质 明皇皇的它保护措施非常好 它的杆呢整体是一个硬的PVC材质 枪霸的底部 接下来是真田信村的主体部分 咱们先看一眼人物的头雕部分 这个发带整体它是有铁丝 可以摇造型的 非常的长啊 突然让我想起了王者荣耀里面那叫什么了呢 大招开个船那个叫什么了呢 兄弟们全土跑 对对对好像叫什么 那个英雄特别猛 叫孙策 对对对孙策 我突然就想到他了 这个造型啊非常非常像 这颗头雕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如果说你喜欢二次元这种人物 或者是喜欢战国系列的这个角色 那么这款呢 你拿到手之后 你相信我 非常的nice 咱们看一看它的发丝 咱不能说百分之百完美 但最起码 我相信玩1比6 可动人耳的玩家 看到这种发丝的话 也都会非常的惊叹 咱们看一看这颗头雕的面相 我觉得做的是非常不错的 你只要拿到食物 你看一看 你就知道了 为什么五哥说 这颗头雕做的是非常不错 这种非常非常的近 我相信你们应该能看出肌肤纹理的刻画了 我的视频呢 4K超采样8K的视频 保证让你们看得过瘾 你可以看到脖子上的一些 小的肌肤纹理细节 也都有 脖子上的6层钳 长袖两侧的纹理刻画 6层钳采用了独立分件的设计 金光闪闪 长裤做了一个加厚的处理 摸起来的质感比较厚实 一体式的小腿甲 整体采用了PVC的材质 足距的方面也是一体的设计 鞋底部分的设计 接下来给大家看的就是 另一颗真天幸存的头雕 这颗呐喊头雕 给我非常惊喜的地方 就是嘴里面牙齿上方的一个刻画涂装 做的是非常非常的nice 这颗呐喊的头雕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张力的 后面的竖发是这样的安装方式 直接插在这个孔里面就可以了 呐喊头雕和正常头雕的一个对比 我觉得呐喊头雕呢 个人是非常非常满意的 正常表情的头雕呢 也是非常的不错 如果这颗头雕满分五分的话 大家能给打多少分呢 你是更喜欢呐喊头雕 还是更喜欢严肃的头雕呢 好 接下来呢 咱们看一下这款人偶的可动性 一定要给大家看一眼 驱褶的幅度 平举前抬上举低头的幅度 抬头的幅度 腰部分的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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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非常的用力啊 得了新冠之后啊 身体真的是没有劲啊 没有劲儿 腿部分的可动 往前踢 屈膝的幅度 皮胯 往后呢 是几乎没有可动的啊 脚型的可动性 OK 应该都是轻轻松松 OK 接着呢 给大家介绍 一达正宗 里边的彩绘是条龙 然后一达正宗 咱们话不多说 直接拆箱 立会跟关头的宣传海报是一样的 打开 第一层的布局 第二层的布局 跟真天幸存的布局是一样的 接下来呢 咱们把所有内容物取出来展示一下 好 这些就是一达正宗的所有内容物 我这次没有拆这个包装 就想给大家看一看 这款真天和一达正宗保护的措施 还是非常的不错 咱们首先来看一看 这块一达正宗的主体部分 这次先看主体部分 通膜的位置 脚型 一达正宗的面雕 哇 真的 这个刻画的也是非常的耐色 做的是真不错 人偶的后方 衣服材质整体是一个真实的皮革材质 做这种东西代工我相信你们应该都懂 它并不是说做一套就能成一套 所以成本我估计也不低 它皮革衣服里面还有铁丝可以熬到形的 两侧然后再加上后面这一段可以塑形 脖套的位置它是一个真实的布料材质 并不是一个胶件 这个还是不错的 能用真实的材料尽量它都给用上 胸甲是比较硬的PVC材质 然后往下呢是一个软的也就是说它采用了复合型的PVC材质 腰带部分也是真实的皮革材质 袖子的位置采用了镂空网面的结构 小臂甲包括肩甲都是用了PVC的材质 手型这是一个蓝色的皮裤 大腿甲也是PVC材质 大腿甲的连接方式 小腿甲采用了一体的PVC材质 足距的部分也是一体的设计 然后正好看一看它的可动性 比较紧实 前后 然后左右 一达正宗的正前方 后方整体的样子 独眼的样式 里侧呢它是一个磁吸附的一个机构 黑色眼罩是不可以取下来的 给大家说一说 一达正宗标志性的头盔 前立这个部分呢它是一个金属的材质 然后上方也是有磁吸附的 一达正宗另外的一颗头雕 下方是有兜的这个绑带 两颗头雕的样式呢 它是不一样的 嘴角上扬 然后另外一个头雕呢 是比较严肃 非常坚毅的一颗头雕 咱们把兜给它戴上 契合的非常完美 发丝的部分刻画的非常不错 这就是带兜的一个头雕样式 非常的nice 一达正宗的地台 前方写着一达正宗 上方有保护膜 地台的下方 这个位置呢 我就不给大家介绍了 功能方面跟真天心村是一样 一对开张手型 一达正宗的这个手套啊 让我想起了 WWE里面的一个人 身上穿着这种金色紧身衣的 你们记得这个人叫什么名吧 一对开张手型 黑金搭配 很帅啊 一对胡招手型 一对握持的手型 六爪剑 这个剑呢 给大家细细的看一眼 武器的部分 连接的方式 是用磁吸附的一个机构 把这个块给它放在 你想安放的位置 比如说这个位置 吸附完之后固定上去了 吸附力还是比较强的 整体采用了硬的PVC材质 刀身是合金的材质 明晃晃的 然后六把都可以拿出来的 一达正宗的这个武器啊 还是非常的帅气 一达正宗的说明书 说明书会告诉大家 怎么安装这个两边的武器 穿过腰带放上去 把磁吸附呢 打开之后 放在这个衣服下面 连接呢 会更加的有形 然后还有就是胡爪 把这个武器拿出来之后 可以安放在每一个手指头中间 然后还有就是武器 安装这个手型那个位置啊 告诉你是拿这个吹风机吹热 说明书还是比较细致啊 接下来我就把 真天性孙和一达正宗 组装上 给大家展示一下 最后我说一下 我对这两款 个人的一个真实心得 这款Rocket Toys 正版授权卡普空的战国系列 真天性孙和一达正宗 做的素质是非常的不错 可以说非常还原了 游戏当中的模样 每一盒都服从了 两颗不同样式的头雕 我个人来说 最喜欢的就是真天性孙的那颗 呐喊头雕 非常的让我惊喜 从二次元头雕上的发丝 也可以看出这个品牌的用心程度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在我拍摄的过程中 全程都没有用地台 我就是想试试 这款整体摆造型的素质 后来让我惊喜的发现 有一些比较考验可动性的动作 也是可以摆出来的 从我把玩和拍摄的体验来讲 这两款的表现 是令我非常满意的 一大正宗的六爪戴上之后 非常的带感 真田幸村的两把十文字枪 拿起来的支撑力度 也是经得起考验的 虽说是全新品牌 但就从素体 头雕的品质 以及各方面的细节 大家也都心知肚明 接下来也会出 火影忍者系列的可动人偶 这个也是很多观众的童年 我相信你们会更加期待 他们的到来 可以说 2023年 Rocky Toys开年的新作 也是开了一个很好的兆头 整体我是给予相当高的评价的 以上就是五个最真实的感受 与发自内心的评价 分享是爱 爱是分享 我是五个分享 就让我们期待火影忍者的到来吧 对了 我记得好像在微博抽奖 还中了一盒 真田幸存了 大家记得关注一下微博 第一时间会收到官方的最新消息 最后 祝各位身体健康 新年快乐 我们下期精彩视频 不见 不散